我们在列式子的时候啊 像4乘以5 a乘以b 或者26x 这样表示数 或者文字符号机的式子 就叫做单向式 单独的一个数 或是一个文字符号 也是单向式哦 那单向式当中的数字 叫做这个单向式中的系数 例如单向式100a a平方 与负a的系数 分别为100 1与负1 阿拉伯数字 大家都知道吧 它在数学王国的地位 可是没有人可以动摇的 所以单向式 在表示数字与文字符号相成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把数字 写在符号前面 比如100a 我们几乎不会把它写成 a100这样的形式 那在一个单向式当中 所有文字符号的指数核 就叫做这个单向式的次数 例如100a和a平方b 这两个单向式的指数核 分别为1和3 所以它们的次数 也就分别为1和3 a平方 负6a和14 这几个单向式 它们都觉得自己一个人 太过孤单了 事单力宝 所以它们会签订一个合约 形成单向式共同体联盟 例如a平方 加括号负6a 加14 像这样的联盟 就是多向式 也就是说 其实几个单向式的核 就叫做多向式 那其中每个单向式 都会叫做这个多向式的像 不含文字符号的像呢 就叫做常数像 比如a平方 加括号负6a 加14 这个多向式里面 其中啊 像就有a平方 负6a 14 常数像则是14 那在多向式里头啊 次数最高像的次数 就叫做这个多向式的次数 比如 a平方 减2a 加16当中 次数最高的像是 二次像 a平方 那这个多向式的次数 就是2 数学的真理之川两岸啊 占着阿拉伯数字 与未知数 而代数式 就是它们俩的完美结合哦 当未知的数越多的时候 代数式看起来也会越复杂 比如说 这是一个代数式 而这也是 不过别害怕 毕竟是初学者嘛 不会给你太难的题目的 代数式的世界 无边无界啊 我们就从只有一个位之数的式子开始吧 当一个式子里面 只有一个位之数的时候 我们又称它为 一元 像是3x加2 只有x一个位之数 又或者是3y这样的式子 或者像a的五次方 这样的式子 当未知数的个数越多的时候 式子的计算也会越复杂 所以啊 我们就先从一个位之数 像次次数是一次的开始吧 当一个代数式当中 只有一个文字符号 而且文字符号的最高次方 是一次方的时候 我们就称它为 一元一次式 举例来说 a加2 只有一个文字符号 a 而且a的次方是1 就称它为 一元一次式 欢迎来试试看吧 请圈出下列哪一个选项 是一元一次式 答案选c a选项里面有两个文字符号 x和y 而且它的位之数最高次方是1 所以它属于二元一次式 b选项里面 虽然只有一个文字符号 y 但它的次方为2 所以它是一个 一元二次式 c选项里面 只有一个文字符号 a 而且它的次方数为1 答案就是它啰 刚才说啦 代数式的世界 也可是无边无界的 于是我们用它 未知数的个数 以及最高次方 来分门别类 在这个阶段 我们先学习 一元一次式的运算就好哦 如同先前所提到的 数字能够做到的 加减乘除 代数也通通能做得到 不过要怎么做到呢 请容我在这里 先卖个关子吧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